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如果洪水和惡劣天氣造成的破壞就仍然在持續當中 在全省風暴響應期間和持續的供應鏈緊張局勢下 本省多種商用原材料出現供應緊張令物價推高 新華食品的謝伯恆接受《明報》專訪 他說現在有多個入口貨櫃積壓在碼頭 以他自己的公司為例 就有十幾個已經到了溫哥華的貨櫃滯留碼頭 而加拿大、東岸或其他省份 也有不少入口的貨櫃積壓在溫哥華的碼頭 情況持續的話 增加的成本將會轉隔到消費者身上 令通貨膨脹持續惡化 他呼籲聯邦和各級政府都想辦法 因為因為船運的問題貨櫃越來越少 因為機櫃回不了 還有因為COVID的時候 很多碼頭都不足夠運手罷工 但現在溫哥華發生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因為溫哥華上兩個星期試過大水之後 有些鐵路或者內路有些路沖塞了 所以有些路不通 一次有些貨櫃積壓在碼頭 而積壓在碼頭的時候 因為你拿不到櫃走 那些損物拍不到 就拿不到櫃 所以最近溫哥華 鐵路碼頭方面就開了一個叫做飛雪檔 那個碼頭的設備完全追不上時代 它只是落貨櫃下來 一天你如拿一條船 起碼一千個 一千個就二千個貨櫃 但它每天只可以 它的設備只可以給很少量的貨櫃 被人拖走 現在變了那些貨櫃炸在碼頭 又躲不了走 那些貨櫃拿不到走的時候 那些貨櫃炸在那裏 那些選頁都再埋不來 那些塞完 所以我就覺得聯邦政府和省政府 應該想些辦法 除了內陸夠了是應該的 絕對應該的 但也想想怎樣解決目前的困難 因為如果你不解決貨櫃提出來 埋貨的時候 那些貨缺乏的時候 這些物價會更加漲高 而且如果貨櫃櫃碼頭 是日日要立倉租的 還有日日要付貨櫃租給全公司 令到進口商百常加根 當然消費進口商要付出的錢 分之85以上 都是將那些錢轉嫁到消費者 令到消費者就更重負擔 很難拿去到多倫多是比較難拿的貨櫃 所以這一年半左右 多倫多的貨櫃都停在溫哥 再轉附上多倫多 所以多倫多 實在多倫多做友商 比我們溫哥更辛苦 西外都沒那麼大問題 去到多倫多或本地可的地方是更加嚴重的 所以我就希望呼籲省政府和聯邦政府 盡量想辦法如何疏通貨櫃 等於我想辦法如何令貨櫃搶動 並不是去找地方 全加拿大最大的按摩椅展示中心 高登健康生活館 為迎接黑色星期五 全功能高級按摩椅下沙三折 只要1888元 還包稅包送 再保養五年 有時以來最便宜 數量有限賣完為止 馬上打電話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著聖誕新年大優惠 只購最高可達半格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sd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你哲聯博士談一談 卑斯南部突然變得寒冷 但有助舒緩洪水的災情 加拿大環境部預測 由今晚開始至下星期一 即是12月6日 卑斯省南岸氣候會轉冷 而且會見到幾輪降雪 第一輪降雪會在今晚開始來臨 在大溫哥華 預測今晚會下濕雪 最高可達5厘米 而在Hope、Merritt、Princeton等地 更會落15厘米的雪 但省府專家預測 寒冷氣候會舒緩先前暴雨所造成的災情 因為山上積雪的溶化速度會減慢 飛沙河水位會進一步下降 有助泵走淹沒Soulmas Perry的洪水 Ibbelsford市府今日下午宣布 縮世Soulmas Perry疏散令的覆蓋範圍 由於氣候變冷 大溫一些市政府已經開放漁航中心 供無家可歸者過夜 地市省今日新增405宗確診 至今累計有219584宗 另外有6人疫亡 累計有2351人 本省至今12歲以上 合資格省民已經有88% 即是4079,277人 接種了兩劑疫苗 另外有10% 即是469,176人 已經接種了第三劑疫苗 蘇里王家騎警正在調查幾宗危險事件 有人在南蘇里99號高速公路的交流道上 前面丟出石頭 多格途徑的車輪受損 包括一格混亂的巴士 警方說 幸好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事發地點位於32 Avenue 甲99號高速公路 喬治國王大道出口之間 第一次事故發生在11月26日 晚上7時44分 一格半拖拉型卡車和巴士受損 第二次事故發生在11月29日 晚上10時49分 兩格半拖拉型卡車受損 最近一次事故發生在11月30日 晚上10時20分 兩格半拖拉型卡車受損 蘇里王家騎警發言人穆恩表示 這些事件非常令人擔憂 警方呼籲任何有線索的人士 和警方聯絡 也呼籲居住在這個地區的居民 檢查自己住宅的保安攝錄機 並且舉報所有可疑活動 李頓華人歷史博物館 在今年6月30日被山火焚毀 早前博物館計劃重建 眾籌網站出現為博物館聯合創始人 范德里奇籌款的活動 籌款活動剛剛開始了3天 目前籌得超過7500元 目標是希望為博物館籌得3萬元 用於原子重建 預計需要兩年的時間員工 根據眾籌網站的介紹 博物館收藏的1600件文物一邊 只有40件恨於勉難 范德里奇說 他保存了博物館所有的館藏數據 計劃將新的博物館重點放在數碼概念上 除了捐款 博物館也都歡迎文物捐贈 特別是在1945年之前的收藏 李頓華人博物館在2017年開館 展示當地華人歷史 包括紀念數千名華裔鐵路工人的工作 犧牲和貢獻 我會做了一件事的重建 我會做到兩件事的重建 我還是很興奮在教導這故事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的故事 和做到同樣的同樣 或是相同的妙 但另一件事 我希望所有的財務在倫尊 我們都要讓我們來做成功 再讓我們來做生命 回到我們社區 如果我可以開始做 我會有用的方法 在公園中 保證會遮蓋最多的付款 所以我感到很強烈 把建築重新建築 可能會改變到更多的 digital format 依靠我的工具 但我仍然可以告訴我 國家免疫顧問委員會 那時今日公布 接種加強針的更新建議 強烈建議50歲以上人士 接種加強針 那時同時建議 完全接種阿斯利康 和強生疫苗的人士 接種加強針 聯邦首席醫療官譚詩 今天說 那時的同時建議 是18至49歲人士 在完全接種6個月後 可以接種加強針 他又說 那時也指出 年輕人接種輝瑞疫苗 比較莫德納疫苗 有較低心包炎 或者是心肌炎的風險 聯邦副首席醫療官奴爾 今天被問到 接種加強針 是否對抗南非 Omicron變種病毒 他回答 現在的疫苗對抗主要是 印度Delta病毒 對於南非變種病毒 現在知道 是他的傳染力較強 但是不清楚 他會不會帶來更嚴重的重症 也未完全清楚 疫苗是否對他發揮作用 首席醫療官譚詩補充說 現在國內99.8%的案例 都是Delta病毒 接種加強劑 主要是應對Delta病毒 帶來的新威脅 副首席醫療官奴爾就說 等待針對南非Omicron病毒的新疫苗 並不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新疫苗最少要等幾個月 而南非變種病毒 是否成為最流行病毒 現在仍然不清楚 被問到 加強針是否屬於完全接種系列 還是今後 加拿大人每六個月就需要接種加強針 國家免疫顧問委員會 行政秘書Dr. Tunis說 疫情一直演變 第三針是否完全接種 還是有後繼的加強針 現在並沒有一個定論 關鍵是 現在接種第三針 目標是要加大 家人逐步減弱的抵抗力 被問到 異童或青少年 是否需要接種加強針 他回答 現在是言之上早 並沒有相關的臨床數據 反而成人接種加強針 有科學數據支持 他又說 那時會密切關注最新狀況 就這些年齡組別 是否需要接種加強針 提出相關指引 除了訂購加強針之外 聯邦採購部長塔西 在今天下午公布 聯邦政府向輝瑞 訂了100萬個 新冠病毒口腹藥的療程 另外也向密砂東藥廠 訂了50萬個 新冠病毒口腹藥療程 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再加訂50萬個療程 輝瑞早前公布 新冠病毒口腹藥的臨床試驗數據 顯示患者在發病後的三文內服藥 整個療程需要5天 就可以將入院或死亡風險大減89% 採購部長塔西說 只要加拿大衛生部 一批進試用新冠口腹藥 醫護人員就可以立即將口腹藥 提供給有需要的人士試用 他又說 加拿大已經有充足疫苗 供應全國加拿大人接種加強針 即使是被兒童接種的290萬劑 也已經全部倒貨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豹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影片 混國華明天12月4日星期六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間中有雨或者會落濕雪 到中午會逐漸天清 高地有大概2厘米左右的降雪量 翠每小時30至50公里的西北風 溫度最高有5度 晚上間中有雲 溫度最低只有零下1度 梅艷芳的阿哥梅啟明 昨日入品高等法院 說開拍電影梅艷芳的 和安內影片有限公司侵犯商標 要求法庭禁止電影公司繼續侵犯商標 強制交出所有侵犯商標的物品 申訴賠償和利息等 而本部問過大律師陸偉雄 他就說 日品狀沒有具體列出電影侵權的行為 例如電影在某個時段曾經出現珠寶 而日品狀正在來列當中的裡面 他形容內容是流流的 他又說法庭可能會要求梅啟明 補交詳細資料 如果不交的話 或者會被視作所需無聊的案件 盧偉雄又說 即使是死者的家人或是交屬 不代表擁有死者的版權 只有他的遺產管理人才有權管理 所以需要視乎原告的身份和理據 他又說 即使以侵犯商標作為提告 但是侵權有詳細的要求和標準 只是使用他的名字 也不喜歡構成侵權 如果有其他同樣叫做梅艷芳的人士 電視台有歌手翻唱梅艷芳的歌曲 或者有人悼念梅艷芳 也不會被當成侵權 他直言法律不可以更爆料 同時要視乎商標註冊的內容 盧偉雄又補充 即使商標在幾年前註冊 但不意味著是永遠擁有版權 翻查翻入品狀 梅啟明申請防禦商標的狀態 是易審查及發出首入審查報告 即是還未完成註冊 盧偉雄解釋 防禦商標覆蓋和保障範圍比較大 需要視乎註冊的細節 彭博引述消息報道說 黎智英旗下已經停牌多時的一串媒 將會在今個月結束台灣的蘋果日報業務 自初媒體已經用盡手上資金 所以要停止發行 當中報道更引述一個知情人士說 該部在台灣的業務約有300個員工 將會獲得獻賞費 也說一個香港的清本人 已經聯繫該部的台灣子公司 想問他的資產信息 台灣蘋果日報早前已經停刊 但現在還有網上版的蘋果新聞網 彭博說 壹傳媒沒有回覆記者的電子郵件 他打開蘋果日報台灣辦公室的電話 也沒有人聽 而台灣蘋果日報網上版則發聲明說 針對彭博指 壹傳媒將會在12月底 關閉蘋果日報的台灣部門 他們對於外電的一插 不知在誰聽回來 也沒有回應 壹傳媒旗下的業務 今年來已經陸續停止營運 當中蘋果日報的台灣印刷版 早在今年5月17日最後見報之後 轉為以線上形式繼續運作至今 而香港蘋果日報 正在6月24日停止營運 不明也是之後叫停 現在只剩台灣的蘋果新聞網 繼續維持運作 你是不是有一次擔任 是的 好像沒有試過 是的 但是沒有想 沒有想 沒有想甚麼才打仗 沒有想那麼多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開心的 如果被選中得成為台慶劇 那我相信應該都是一個大家會喜歡的劇 還有我覺得其實都很一段時間都沒有出現過一些講拳擊的劇集 那當然是看著這個方向走 這個是一定是的 但是有些時候 我覺得真的 可能大家覺得很老套 天時地利人王 這個是真的 自己當然都希望有機會 其實都不關入不入行事的 可能未必的 那你會做甚麼 其實我起初是沒有想過做這個行業的 沒有的 從來都沒有想過的 真是誤膽誤撞這樣入了行 那我就誤膽誤過了二十年 但是 你回想起來 你會覺得其實都開心的 當然有辛苦過 有你自己辛酸的故事 你剛才說到辛酸 是比較辛酸化的 以前嗎 對 最辛酸你最健康的 都多的 你最記得那個呢 最記得 我有講過的 其實當時拍 很多 我剛入行的時候 有做TVB8的時候 都有試過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個星期再會